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产日期是2019年7月14号 7月29号到期 牛奶拿回来以后就放在冰箱里了 跟平时一样放冰箱里了 到了晚上9点多的时候要给孩子喝奶的时候 我们就是倒在这个杯子里面 就倒这个杯子里面 然后就是加热了30秒到40秒 这个牛奶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了 孩子喝了一口以后就不对了 就是变成你看像豆腐脑一样 像酸奶一样了 记者把牛奶倒入杯子 一开始出现不少续状物 接着有块状物堵在瓶口 把这杯牛奶放在微波炉里加热 拿出来后形状确实类似豆腐脑 吕先生说当时他赶紧打开第二瓶 发现还是同样的情况 就倒出来 倒的时候呢 里面是有一块一块像豆腐脑的东西呢 再进行微波炉打了 也是有这个 这个这个像豆腐脑一样 像这个酸奶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非常的担心了 因为杭州可能一天这个河马生鲜要卖那么多的牛奶 所以我们就马上联系客服 让他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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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停止是不是能暂停销销销销销销销 牛奶全部倒出后 屏底有沉淀物 吕先生说 儿子7岁 当时发现问题后 他就让孩子把牛奶吐掉了 现在他最担心的是会不会有同样情况的牛奶还在销售 他希望河马先生先把这个批次的牛奶下架 同时进行检查 后来吕先生反馈 河马先生方面没有给到他合理解释 26号上午 记者来到杭州延安路上的这家河马先生门店 工作人员表示 从吕先生家所在小区的地址来看 牛奶是他们这家门店配送的 记者想要购买同款牛奶 货架上没有 工作人员从仓库取出两瓶 记者买了一瓶花了43块9 生产日期是2019年7月21号 8月5号到期 瓶身倒过来 底部没有附着物 倒出来也没有发现夜长 随后记者联系河马先生公关部 这款商品相关的资质证明是齐全的 并且同期我们没有收到类似的客诉 从目前的情况判断 有可能是配送或者是在存储当中脱冷导致 那么我们已经尽快的联系了客户 帮助客户沟通和解决现在的问题 吕先生也把问题反映给了杭州湖滨市场监管所 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两瓶牛奶已经拆封 无法进行检测 但是接下来他们会去和马先生进行抽查 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